大家好,我叫陳安 我今天也是一樣挑戰第二次的雇員 首先我要感謝冠軍哥跟蘇玉爵辦現金流這個活動 這次的話也是一樣有跳出老鼠圈 可是還是有遇到蠻多的問題 一開始雖然說很順順順的這樣子 然後也遇到生一個小孩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生小孩就是人生中可能其中一個項目而已 就是遲早會遇到,所以還是以平常的心下去面對 但是到後來的話其實心情上沒有說很定 就是會有點心浮氣躁心不在煉這樣子 所以導致說其實有很多的 因為手上有一些還不錯的資產 對,那可是沒有聽到那個市場風雲 好的機會 所以措施量蠻多的 可能三個有 對,那一方面是說 自己的,有時候就是 我那時候是在說 在檢查我的那個 手上的表格 可是 就是沒有去專心去更 更知道說 現在目前那個市場的狀況 對,措施掉 措施掉那個好機會 對,如果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就是 損失掉上百萬有可能這樣子 對,那我覺得 我覺得就專心在當下 不要去那個 不要去亂想 就是我覺得在focus在 在建構資產這條路上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聲音跟一些很多的狀況 就很像你在生活中這樣子 生活中就是很多的狀況 很多的聲音 很多的臨時狀況都有 對,那一旦錯過了 就不可逆 因為人生就是不可逆的 對,那還好現在 現在在遊戲上是可以做練習 那一旦他 一旦是在生活中就是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今天 今天的重點就是 心情沒有很很定 他有些細節沒有注意到 甚至說 還有一兩次沒有領到錢 對,那 嗯 對,可是這一次還是有順利的跳出來 可是我覺得 還有很多值得學習的 對,謝謝